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桑罗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4年的利亚德大师赛 淘汰赛的败者组第二轮比赛 对战的双方是来自于XG对战东欧赛区的BB战队 那这样比赛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阵容 XG居然是给AME拿出了CK这个英雄啊 很少见 中单沙王地外的5号为电影角手 选择的是全口径天赋 心情这边是拿了一个4号为的拉比克奥数积累 再加3号为黑贤 拉比克电影角手 黑贤沙王CK 这一套阵容的话 还是那个问题缺输出 那么反观BB 这BB这场比赛拿出来的是Nightfall的一个水人 中单GPK的石林剑士 Miro3号为拿的是一个末日来选择拿完末日以后 他们自己拿了水人啊 那么明显 ID之前比赛里边常用的水人和1号为的聚魔战匠 在面对末日的情况下都是不太适合上场的 所以这样比赛呢也就没有选而选择拿一个幻象系的大哥为CK SAVE是一个4号为的小松鼠加5号为老陈 老陈加小松鼠的这个双尿油输出的话其实也不高 对方这个阵容整体的输出其实也一般吧 但是我个人看下来的话 一波团战比较容易打出来的那种伤害啊 我们只计算容易打出来的容易形成有效合击的技能伤害的话 BB这个阵容感觉是更好一些 稍微好一些 咱们倒也不用太悲观啊 不用太悲观 就是对方尽管好一些啊 但是好得不多 严格意义上来说好得不多 这个比赛好像说是 这个是在选文人进去以后呢 会有一个60秒钟也就是一分钟的教练的一个采访啊 每场比赛开始好像都会有这个暂停 有一个一分钟的教练采访 他说这个老跟爹是谁来的 谁什么老跟爹 你说老跟爹点查理斯吗 那个好像是这个AME吧 好像是AME起的这个ID 啊这边比赛开了 好像没到一分钟吧 这个还挺快的 让我们来看看双方的实战发挥吧 从战队实力上来讲 那么我个人肯定是更看重更看好XD 因为XD从整个最近这一年的时间里边来说 他的实力都从来没有在BB之下过 而且BB的这个三号位Miro 他在当前的这个版本里面来讲的话 也不是一个很强势的三号位 所以对于XD来讲我感觉应该还行 应该还行 这场比赛的希望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 那至于拉比克能偷到的技能 像这场比赛的话滚滚的车 杜姆的大招就不用说了 这个绝对是第一优先能抢的 一定是第一优先抢的 然后滚滚的车是一个不错的技能 但是滚滚的车从实战的角度来讲的话 现在不是很好偷 因为一般滚滚现在在对面有拉比克的时候 他是会在视野外开车 然后直接拍一下地板再出来 不会给你去偷这个车的机会 不过即便如此 还是会有很多机会能偷到 并不是完全偷不到 因为很多时候滚滚会瘫一下 他拍地板的那个伤害减速 和给自己叠的盾 所以有的时候滚滚不会选择 在没有人的位置 或者是这个专门挑选一个时机 去放这个技能 哦我倒在这边 一顿图图 一顿图图之后 AM1在追 这块Miro开始焦土 在往回跑 过这个焦土的时间有限 AM1的下一个技能的CD 应该快好了 里面晕住 然后呢一下儿 两下儿让人头给到了AM1 漂亮 让AM1还是顺利的拿到了 对方Miro三号为末日的一个一血 至于拿完一血之后 神服方面呢也没有吃亏 心情在下路里面是控了双服 等于各自控双服 但是差距拿到了一血 这样比赛的开局还是不错的 豪哥沙王玩的多吗 没看到他比赛玩 不得不说啊 沙王这个英雄 他的使用难度确实是不高啊 该说不说确实不高 沙王那边选择二级的时候是加了一个穿刺 而没有选择去加沙尘暴啊 选择加的是穿刺和尾刺 穿刺加尾刺的这套技能 也是在游戏前期啊 面对近战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 很好的技能抗目 甚至如果你对方的这个英雄 他是一个近战英雄的话 你主加穿刺尾刺这两个技能 可能比你加杀战帽的效果还要更好 因为那个 他就不是简简单的压制的问题了 而是我一个穿刺上去加一个尾刺 兵线多 我是可以直接秒你的 就是你血量如果稍微低一点的话 我都是可以直接秒你 所以穿刺加尾刺这个东西 嗯还是挺厉害的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中路两个人的这个血量 换的也是非常的凶 你看再给上一个反补 然后在补刀方面 这三个刀如果都补到的话 可以反超一个 小熊猫卡住了是吧 稍等 我这边小熊猫确实忘了开了 看到拉比克就觉得这局避避稳了 那倒也不至于啊 大叔中单沙王是裸跳吗 中单沙王 可以裸跳 而且跳刀的优先级是比较高的 但是你说是不是必须得裸跳 倒也不至于啊 也要看一下对方的阵容 上路目前CK的这个战线补刀感觉是被对方压制了一些呀 小松鼠加末日的这个二人组 主要是小松鼠还是有点凶 迪安决手他选择加的是那个 就是他加的是这个平射的那个命石的话呀 其实一般强度一般 说实话一般 架路的黑弦现在在对线期目前12-3 搭的是个拉比克 只能说这个二人组实在是太弱了 拉比克加黑弦 这个二人组没有任何的互动可言 两个没有在前期没有伤害的英雄放在一块 虽然这两个英雄都有让对方的英雄强制位移的能力 但是这个强制位移的第一个是范围比较小 第二个是你没爆发光这点强制位移 覆盖不掉对方的血线和对方的这个位移能力 看黑艾蜜这块晕一个两秒 老奶的一顿突突 对方这块想要 哦漂亮 这个仇恨转移的非常的快 没有这个位置 在被攻击之前就提前把自己先闪身 躲开这个防御塔的距离 躲开以后呢 让自己剩余的那几个兵线 正好是在防御塔塔下 这样的话自己可以不用承担防御塔的输出 刚才这个位置差点明显 这两个人是想去击杀一下对手的这个末日的 不过没有成功 兵线的数量还是有点多 大叔一看就没有看拉比克的更新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因为我也只是做了所有英雄的更新的 这个介绍视频而已 有可能确实没看 大王这个地方 哦呦对方这个地方很坏啊 开塔房不让小毛用这个尾次 小毛这个位置一个尾次 哎呦这个伤害计算有点问题啊 我现在在杀王这个位置 拉比克的命石这边选择加的是这个施法距离的范围啊 小毛刚才这一波的这个尾次让对手一个塔房给坑了 那么下着一会黑咸连线都不好混了 黑咸这场比赛黑咸搭水人他本身其实就不占什么便宜 黑咸搭水人本来便宜不大 如果差地晋级大师估还会拨下一轮 我看一下今天后续的比赛场次啊 这个我还真没看 今天是败者组的这一轮 然后8点 然后12点是 这样吧 如果差地赢了 差地赢了的话呢 咱们就中间休息一轮 休息一轮 因为连拨三个BO3的话 我确实拨不动 拨咱们拨两个 拨两个中间休息一轮 然后等到那个 先差地晚上那场比赛开始以后呢 咱们再给大家拨第三轮 好吧 三轮BO3下来的话 到第三轮我就已经完全没有状态了 整个体能精神状态 还有这个脑子已经不够使了 中间咱们休息一下啊 现在石林剑是3300多块钱 全场经济第一 水人目前的发育呢 也还不错 不过CK在上路的发育 没有烧到太多的压制 大王经济虽然稍差一些 但也没完全掉队 和对手三号维的末日差不多 第二掉队比较严重的 就是小爷生的黑咸 小爷生的黑咸 还是差地这边 还是在配合这个黑咸这件事情上面啊 这个选人不是很理想 黑咸这个英雄 你前期必须得拿一个 能跟他形成有效配合的 这样的一个英雄 否则的话 黑咸这个英雄 你从对限期就开始吃亏 对于这个英雄 不是一个好消息 前期原本 他的离子盾加真空 配合一个那种能扑脸的近战的话 还是可以打出来优质了 转家这边开车 哦 这边撞一下 伤害打出来 看看拉比克支援过来以后 小毛这里绕一圈 对方有一个针眼的塔下 撞两下 还差一个技能 这个位置 一个戳 直接戳死 再拍一下地板 心情里被对方支援过来的 老陈直接堵在了后边 瞬间在中午完成了一个灵魂2 BB这边在8分多钟的时候 组织了这一波进攻 比差距预想的应该是要早一些 但这应该是没有想到 对方会在这个时间前来 去真的去发动一次 很凶残的一种进攻 他们应该是没有聊到 因为这个时间啊 现在一般来说 就是发起进攻的时间 都会卡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 比如说神服的刷新 比如说这个智慧神服的刷新 比如说还有像这个 每五分钟一个的 这个投石车的那波兵 前期的进攻一般都会卡 这种时间节点 但是这一波 BB的这个进攻时间 明显是没有刻意去卡 而是把这个时间 大幅度的提前了 现在BB在下路这边 推这个下路的一塔的节奏啊 我估计XG可能也是有点不太适应 也是有点不太适应 因为XG最近的比赛 大多数时候给到三号位小学生 这个点 他这条线的优势时间 是比较久的 他都会尽可能的让这条线尽早的去把对方的下路一塔给威胁掉 甚至为此他们开发出来了那种四号位双冬龙加液态火的一种方式 当然了我还是不推荐加液态火 而且之前他们加这个液态火 后来的几场比赛证明好像也并不是说为了推塔 而是单纯的就是习惯这个液态火的用法 因为他们打五号位都加液态火 没有用 没有用 他说CK甲腿逼章能打架了吗 甲腿逼章对CK来说的现在还打不了 现在还是一个刷钱阶段 而且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打不过 就是CK此时此刻来参团的话他们打不过 现在他们需要抓一些机会 让电影决手的这个大能够配合杀王的技能 或者说配合CK以及黑贤这些英雄他们的控制 能够对对方进行两次有效的游走 逼迫对方这个时候进入到 强迫对手去转入到一个蹲人 蹲人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样你才能有足够多的机会 否则的话你看现在一直是对方在主动进攻 对方在主动进攻的话 蹲人的一方就要变成XD 而XD这个阵容并不适合蹲人 他虽然有很强的反手控 但是他没有很强的反手输出 他的输出更适合去打这个 就是进攻的这种阶续 而不适合打防守的阶续 经济差会不会有点大 经济差是可以说是非常大 不是有点大的问题 可以说是非常大 因为11分钟你拿着这样的一条阵容 被对方打了5000家的团队经济差 这个有点离谱了 有点离谱了 小公主这个都捆到了老奶奶大招 这个是一个机会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 那个杀王加上点绝手的这个 伤害是真低啊 伤害是真低啊 虽然完成了这波击杀 但是伤害属实是有点低 XD的这个BP 我真是有的人确实是理解不能拿 每场比赛 这个XD几乎啊 几乎在他们的比赛 我整个这一届比赛看下来 他们通过BP 在BP结束的那一瞬间 就开始进行负重训练 打比赛的这种情况 十之八九 讲道理 XD到现在为止 能走到淘汰赛的败者组第二轮 已经很不错了 因为这个BP真的是 反正至少吧 至少80%的场次都是严重有问题的 波网形态上来 直接秒一个 穿上甲开车往前走 这边老奶奶未必 穿上甲还在继续追 雪儿贴上来以后 这边小杀王穿刺 扑杀真帽 真空拉一手 但是根本没伤害 你看你看这技能 你看这技能 XD这个阵容 它不适合去打防守 它必须打进攻 但是现在呢 你又打不出来进攻 对吧 你这个整个阵容 它拿出来以后弱到 就是你想进攻 它可能都不太好进攻 就这种感觉 今天BP正常了 也被压了 哪天正常了 你这场 你不会说这场正常吧 这场不正常 这场多弱啊 这阵容拳呢 DN角手 这个英雄 现在无脑推荐 用跳弹天赋啊 不管你是打几号位 都是无脑推荐 用跳弹天赋 它的那个 平射 那个技能 属于是看上去 很容易理解 很简单 很容易理解 但实战的效果啊 就那一下 就那一下 远没有现在这个版本 加强了 连续加强了 好几个版本的 这个 跳弹的这个特效 加上 霹雳铁手的那个 高继承攻击 再加上它的 继承特效 等等 这些东西带来的收益高 哪怕就是 你只考虑 这个技能的消耗能力 满级 霹雳铁手 直接突突到对面身上 现在团战也好 单铁也好 它也比你那个 平射 那个效果要好 这任容可以啊 老奶奶 黑弦 CK 伤害够的 哪有伤害 你说的这 三十人伤害 不就是一个老奶奶 大招吗 除了老奶奶 大招 没伤害的 有点杀王 一个穿刺 一个尾刺 然后老奶奶 平射 没打着 拉比克过来 然后老东京 给自己套上 一个三技能 这边卫饼 老奶奶 再给自己奶一口 你看这杀 你看这杀 一个老陈 杀了多半天 你看这杀 个老陈 杀了多半天 这个阵容 它就是一个 就整个 这套阵容 它实际上 它实际上是一个 什么呀 是一个幻想中 完美团的阵容 这是个 你幻想中 黑弦拉墙 对面五个 杀王大跳 川家 这个杀尘暴 对面五个 或者对面四个人 拉比克 举其中一个 把其他人都砸晕 让队友把伤害打满 这是一个梦想中的 完美团阵容 什么样的阵容 叫输出 就是比较高的输出的阵容 就是这个英雄啊 你看他的伤害 你不能算他的这个伤害 绝对值 你一定要去考虑一下 他这个英雄 在这个伤害打出来的时候 他能够把自己的伤害 能不能打满 能不能打满 这个东西 然后他这个伤害 打满的条件 苛刻不苛刻 对吧 他打满这个伤害 所需要的时间 这个伤害的稳定性怎么样 这个伤害的距离怎么样 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进去 不能算绝对值 算绝对值的话 那你得指着对面 所有人站在双头龙的大招里边 不能动 对吧 然后与此同时 对面站在你沙龙的沙尘暴里 不能动 然后你沙尘暴 沙尘套里子 对面永远不离开你 你不能这么算 把拉比克换成凤凰会好一些吗 把拉比克换成凤凰的话 应该啊 就里面上来讲 可能还不如 不如拉比克 拉比克至少 他的这个伤害和控制 是直接给回去的 那个凤凰 那个伤害来的更慢 凤凰的伤害和控制 控制属于是一个 更不确定性的东西 他来的更慢 其实这场比赛 就目前来看 XD这套主要的阵容的问题 在于第一个就是 他的技能来的比较慢 诶 这边AME 直接一张TP 漂亮 子愿以后直接TP 不给你用沿刃的机会 有些英雄他的那个伤害 就属于比较容易打出来 虽然他也是那种断断续续的伤害 哦 杀真暴这边啊 这边三个人上来 DN角手大招 扑再给一个真空 这个就是刚才 咱们观众说的这三个人 就是 真空加DN角手大招 加上这个 杀龙子跳楼穿刺杀人暴 所有的技能放出去 杀对面一个 杀一个 你说这对面 万一但凡旁边有俩人 对吧 但凡旁边俩人 打的是个三打三 你说这能打得过啊 但是除非说 黑剑真空拉墙 加杀龙大招穿三连 你能在有绝对视野优势的情况下 你可以这么干 但是这个绝对的视野优势 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 当你在用这套技能 去combo的时候 对方的人需要能够站在一起 你要有他的视野 对方人站在一起 什么情况下会站在一起 对方人集火的时候 或者走为失误的时候 或者对方刚刚在开悟的时候 他会站在一起 那也就意味着 要么你能抓住对手的走为失误 要么你能抓住对手的开悟 那这两个前提条件 都是你有绝对的视野 第三个就是 对方在打你的队友 看看这边大招给上去 然后呢 穿着点车开起来 这边小松鼠一个G 这个G呢 预判了一下走位也没有打到 然后这边一个戳 直接带走了M1加地外 接着你看BB这两个人 这帮人去击杀 XD这两个人啊 也不快 该说不说也不怎么快 但是他的这个确定性和稳定性 就会比XD这个阵容要好一些 当然并不是说这场比赛 没没法翻盘啊 翻盘肯定是有机会的 因为CK只要够肥 对方只要团战 能出现一次比较重大的失误 能够让XD抓住机会 翻盘是能翻的 因为毕竟伤害的绝对值 是够的 只不过就是打出来 难度有点大 BB也是可以的 10分钟拉开5000经级 18分钟被追回来 你知道问题核心在哪儿 因为BB这个队伍是个打膀胱局的队 他们的优势局 前期的优势 他们不会打 他们只会去跟对方打对刷 诶 沙王那边穿空了 拉比克给上一个绝 然后沙王这边被反杀 穿上甲一个戳 再拍个地板 没死吗 这扔个手榴弹 老陈追的这么好险 穿上甲这边假装要开车 吓唬你一下 水人这边直接过来以后 变成沙王给上一把穿刺黑弦的 一个墙给的不错 但是沙王还是被对方的水人 直接给A死了 看来这里又是小松鼠 一个滚留住了黑弦 穿上甲的车开过来 再加延任 直接A死 好 这波打完里面 都是来到了7比4 这场比赛 我跟大家说 30分钟之前 差距落后的七八千 都无所谓 因为对方上不了高地 对方也不会去尝试上高地 BB这个队伍的风格就这样 他们就是一个 拉长打蓬光局的一个队伍 不会速退 就是 根本不会速退 就是蓬光局 主打一个旁光 所以对于XD来说的话 打BB这个战队啊 不怕前期有一些劣势 怕的是一直劣势 在不断的被拉开 这个是比较讨厌的一个事情 对方的 留记得大叔刚开始说了句 插进目标前四 对啊 目标就是前四嘛 db 拿个肉身盾 然后开始刷钱啊 他说骂选手都疯了 骂选手的肯定疯 看看这拨插进的这个开悟 这拨开悟 沙王加上拉比克加上颠决手 飞钱在下路这罐打钱 不过这场比赛 大家听我解说这么长时间啊 我一直在说 就是XD现在他的一个阵容 附中训练也好啊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好啊 但是我没说这场比赛XD会输 我没说他会输 诶 这边一条踩 没踩到 这个奔体被抓到了 这个奔体被抓到了 盾这个大招没有放 他还在留着 穿着点这个车开起来 诶 被偷了吗 看一下 拉比克手里面什么技能 拉比克偷到了一个怒目 CK这个地方肯定是要死 水人波浪形态上去 拉比克给他一个大招 漂亮 这个水人压根都没看技能 也有可能看了 故意拿自己的肉山盾 去吃掉这个动物大 也有这个可能性 感觉好像就是这样 因为他上去之前 队友应该是给他信息了 这样吃掉拉比克偷到的 动物大招打掉了一个肉山盾 老奶那边还在继续跑 米尔开启了自己的焦图 D1藏树联 直接被对方两个人分头围剿 TPK这里一个戳拿到了主宰比赛 人头数下来到了9比4 而这样比赛我跟大家说就是 我没说如果XG这场比赛一定会输 因为什么 因为BB这个队伍吧 他热爱打蓬风局 热爱打对刷 但是XG这个队伍 他肯定是希望对方跟Z打对刷的 对吧 那你优势局你跟我打对刷呢 肯定是我乐于见到的 一方面我擅长对刷 我擅长对刷 另外一方面 那不光说我自己擅长对刷 我自己本身在游戏的后期 中后期的处理能力上也并不比你弱 好下方这边一个穿色 漂亮 GPK这边直接被秒了 然后这边再冲上去留住老东京 卫柄砸晕 nice 老东京这边留住 直接一个零换二 水人呢 已经在下路刷钱了 剩下的哥哥队伍们在上路挨走 水人在下路刷钱刷的飞起 拖后期也不好赢啊 看待这个比赛啊 就是大家看着中间比赛了 我个人建议啊 咱们就是说积极一点就看待问题 因为这场比赛为什么 就是说拖后期也不好赢 这个反应出来的是 觉得这场比赛的希望很小 但实际上这个事你要反过来看 反过来看什么呢 就是现在打又打不过 对吧我们就拖后期 拖后期希望大一些 我们积极一点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拖后期是因为我们现在打不过 不是因为我们想拖后期 我们现在要是拿着一万多的优势 对吧 那只能追着对面揍 那肯定乐意和愤乐意追着 哦 黑贤这个真空拉的不错 拉米克的第二个大招 给到对方身上 漂亮 在高台上面下不去 黑贤也在高台上 这块给上一个鱼叉拉了一下 这边CK开大 对方的这个车要到时间了 就提前拉一手 然后黑贤在高台上面还是不走 这边穿着点 还想再换掉小鱼叉 小鱼叉主打一个接手 在高台上就看着你 就远远的看着你 就站高高在上的看着你 对吧 这边就打赢了 这边他就打赢了 拉米克偷到的这个杜姆大招太值钱了 吭死对面的这个水是两回了 而且刚才黑贤的这一手拉 把对面给拉崩了 给对面拉崩圈了 石林剑是出的这个鱼叉 石林剑是出的这个鱼叉 我只能说是一个非常大聪明的出装 真的你石林剑是你说你出个联机刀 这个我可以理解 对吧 你说我就要出个联机刀 这个事真的就是说咱们硬说啊 硬说咱们可以理解 但是你出个鱼叉这个事 他多少是有点太拖大 不是说这个道具没有用 他有用啊 他有用 但是他的效果和他的钱 这个这个就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你花了150万 买了一个家用普通的单开门的冰箱 就这种感觉 他有没有用 肯定有用啊 冰箱都没用啊 对吧 但是你说我花150万买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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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水人的经济全场敌也开始穿着这个位置在这个时候你看bb开始盲目开团了他们开始盲目开团了有度我动不在找机会杀王这边一个穿刺开溜 穿甲的这个鱼叉呀拉到了对方我们听见林肯的声了 我听错了我们听见林肯的声了 啊水人的林肯水人给水人的林肯那没听错 现在的团战对于XG来说呢往后拖最大的优势在于就是越往后拖这边越有钱越有钱的话越有可能买活哎 大比哥 对吧 偷个技能没有无数摸面扣对方直接bqb tp这个蓝目主 也搭上这个Miro这个三号位可能在在在一线队部里面来说呀这个Miro让他打这种一线的比赛强度还是稍微大了点 他目前的实力还达不了看看他后面能不能够继续进步吧 现在的一线一线强队的三号位有一个算一个都得能刷 强队的三号位你你不刷不能刷是不行的啊 你必须得非常能刷而且刷完了得拿钱还得能干活 光拿钱不干活也不行 你看这届比赛到目前为止前三名的队伍里边已经有两个前三名的队伍里边已经锁定了两支是西欧赛区的队伍 一个是Liquid一个是GG Liquid他的三号位是33 这个选手最早的时候就是我吹过很多年的一个选手了 他的发育型三号位打得非常好 carry型三号位也打得非常好 然后GG的三号位是ACE一号位转过来的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这届比赛到目前为止表现也不错的西欧赛区的战队是TE TE的三号位是拉米奇斯666也是一号位转过来的 然后剩下一支目前在败者组第三轮等着的队伍是Tim Falcons Tim Falcons的三号位是ATF ATF也是一个顶级大刷子型三号位 所以就是你这个战队啊 他能走到很靠前的一个位置 在当前这个版本一个能刷能carry的三号位几乎是必备品 不能刷不能carry的三号位的队伍没有走的远的一个都没有 就到目前为止 就是这么个版本 就是这么个版本 说什么时候直播呀 我现在不就正在直播吗 看看BB的这波开悟 两边在肉山坑这个区域 这波团是肯定要打的 因为肉山马上要刷了 好小宗主这个鲜肉捆捆的不错 然后水人过了 前来过来直接秒掉 渡过大招给到了CK 沙王进来以后 水人变成沙王 给上一发穿刺 扶一个沙尘暴 超人家开车进场 CK这个时候的血线还行 沙王被对方直接BKB 水人打死 DNG所有也被击杀掉 这边再变成沙王 给上一发穿刺 黑咸抹得了 黑咸这波抹得了的话 打不过了 肉山要给到对手 那么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呢 两支队伍就回到了一个军事 军事 虽然沙王交了个买活 但是军事 拉比克这波团战 因为是先手被对方直接打到了 所以他没有放任何的技能 买活血亏 这个不至于 军事 大家不用慌 目前场面上是军事 在军事 这个咱们直播间禁止主骂这个职业选手啊 给咱们再说一下 先进个阳 进个30秒 30分钟啊 冷静一下 好吧 特别喜欢骂职业选手的 然后特别喜欢带节奏的 请一步其他的去做原因 诶 Nightfall这个位置 是拿到了魔精 但是老东京被魔王弹死了 所以我就说BB这个战队 有点东西 这个队伍有点东西 罢KKY可以吗 嗯 没有必要好吧 没有必要就是 还是那句话想骂可以去其他这个有一群在这骂街的人 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去骂 但是咱们直播间不骂人 好吧 不这么简单 Dyar'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i know you 诶 看看小松鼠这波过来抓到了地外 地外跑出来去给大哥拉空间 这波不错 这波地外拉的位置 他其实拉的还是不够远 地外如果能把对方拉到这个位置会更好一些 只拉到这儿 只拉到这儿的话 还要防一下对方走传送门过来直接找人 所以这个位置拉的还不够深 还可以再往外拉一点 这个位置拉的有点近 对他刚才那个拉的位置不是很好 因为对方人去的太早了 就是 诶 这个水人 这个水人一拳 然后智慧神波拿到 这边沙龙穿刺第一条命秒了 可以 这个时候走就行了 你们别不会要打吧 诶 这个位置打不了的呀 兄弟们 这个位置不要打 这个不要打呀 这个地方 诶 水人TP了 水人TP了 那可以打了 诶 那就可以打了 水人居然直接TP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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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给机会呀 这个地方其实在水人第一时间站起来 对方其他所有人的位置都没有信息的情况下 这个硬追风险极大 真的是风险极大 虽然当时我能明白 他们的想法是黑贤站在第一个 给完普通一拳以后 这个时候对方可能会选择上来去反打救人 然后反打救人 集火第一时间集火的这个黑贤 XG其他人后续的技能就能往上跟 这个是刚才XG的整个团战 一个比较明确的获胜的一个手段 但是当时的情况是什么 当时的情况是如果对方第一时间不跟 你前面的人是不敢上的 你还是只有黑贤肝往前走 其他人是不敢上的 而且那个位置再追一会儿的话 从这个地形的位置来讲的话 就不占U了 那这波还行 这波你看刚才我跟大家说 这个BB拿完肉身盾以后 厂面上会回复到一个军事 为什么说会回到军事 就是因为他们拿了盾 他们也不推 拿了盾不推 拿着盾接着刷 接着刷的就是军事的 GPK在出完了A杖加鱼叉之后的下一个装备呢 他现在在做的是一个墙席 已经买了一个板甲 然后准备去出墙席 连击刀加A杖加墙席 大哥位是个水人 三后位是个末日 他选择出墙席 强席 强席 这场比赛的整体输出是一个半物理半法系的阵容 他不是一个纯物理 所以强席的收益 并不能够去 并不能拔到说我能够去针对对方所有人的这个效果 停A流温温 停A靠停A和戳打伤害的功能 这波开悟 脚毛身上现在是带着一个盾的 很厚的一个盾 这边是CK 哎 破雾了 破雾了 老陈的位置 对方第一时间没有抓到 但水人和穿上甲的位置都暴露了 这边上来一拳 一拳先打出来一个水人的幻象 水人这个幻象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 那滚滚大是个物理伤害 可能为了增加滚滚大的速度 滚滚大现在是个物理 而且会继承他的这个攻击力 还会继承他的一个攻击力伤害 加上物理的伤害 然后他用鱼叉把对面搂回来 你还别说从整体构思上来讲 还算合理 还真的算合理 不过小鸡被打死了 利用强袭给对方范围减甲 依靠他大招的物理伤害 和这个徐狼声势的物理伤害 配合强袭的范围减甲 配地板也改物理了 对 拍地板也是物理 这边直接BKBTP 天然绝少大招已经开了 开了的话少一个关键大 颜色 对 这边是 别担心的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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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ant's middle tower could use some help Radiant's middle tower shouldn't have to take this abuse Radiant's middle tower has fallen Radiant's middle tower could use a little to get away 好我们可以继续抓钱了 刚才这波比较可惜的是杀王大庄没开 所以杀对方老陈需要花的时间有点足 对方这帮人不走 可以先给上一拳 XD也没走 XD这个感觉有点想躲了 怎么这输出不够呀 这把神变成沙王上来 打一波 沙王被捆住 很能吸 不过还是没有吸回来 心情这块击杀掉了对方的一个小松 击杀掉对方的一个穿上甲 不过自己这块的损失很惨重 XD的这个买活 XD什么时候把买活的问题 和BP的问题解决了 把这两个问题优化好的话 XD绝对是当前版本 在各项比赛当中 都是拥有针断实力的一个队伍 XD这个队伍 他们的买活一直有问题 买活的时机上面 一直就有问题 像这波买活 当然作为安慰的话 可以说他们这波买活 回来拿到了肉三 对吧 拿到了肉三顿 BP已经很好了 这个BP就这场比赛而言 这个BP更好 这个字实在是扯不上这个关系 现在XD这个队伍整体的BP 都可以说是很比较差 场场都是在负重训练 都可以说是很比较的 同一代 诶 黑咸这个位置被对手直接给在高台蹲了 那这样的话没有这个救 那看一下CKCK的第一条命直接秒掉 直接秒掉 第二条命站起来和对方杀心有度过 这边杀王跳刀大招穿刺 给上一波但是没掉血吗 好像是没掉血 然后这边再一个鱼叉拉回来 由于上一波都是买活的 所以这波是买活死的 然后比赛结束 40多分钟 比较标准的一个BB获胜的节奏 就是这一波按照传统BB的节奏的话 应该是什么呢 这波对方有买活 对方买活三个人 然后BB撤退 然后再走下一波 这个是BB比较标准的节奏 这场比赛的话 由于XD上一波是都买活了 对吧 都买活了 然后这波强行接了个团案 把自己接崩了 好 那么这样的话 XD和BB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结束 那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带来双方BO3的第二场 看看下一场比赛 XD能不能够实现一波让一追二 能够翻盘 我是桑老大叔 咱们下场比赛见 摸摸大